中央社记者江青叶华盛顿四日转店新党党主席郁慕明今天表示 2020年总统大选不会缺席 他还公布二大政见 一是撤回军工教年金改革方案 一是两岸关键在和平 和平的两岸不需发展军事 主张不再向美军购 郁慕明与新党青年军侯汉庭 王炳忠 旁文储今天抵达美国华盛顿访问 除了与美国行政官员智库会务外 也与当地僑胞参训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表示 2020年总统大选新党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 至于候选人可能是谁 他表示会选择年龄介于40到50岁的新生代 但仍选不重要 重要的是政见 郁慕明也率先公布两大政见 一是内政议题 他主张军公教现在领取的不是年金 而是退休奉 退休奉是政府的承诺 属于人民财产 政府强硬收回是违法违宪的行为 一旦新党当选将撤回军公教年 改方案 另外 郁慕明也表示 两岸的关键在于和平 若两岸能和平往来 让台湾成为非战之区 和平之岛 他说和平是基础 发展是过程统一是目标 台湾将不再需要高装备军备 自然也不需要再向美国军购 他指出向美国军购的大笔运算 可以转为投资美国地方基础公共建设 既能刺激美国经济 也有助台湾发展 中国也会乐见 是三方皆赢局面 郁慕明也再次提到 明年台北市长选举愿意支持现任市长 柯文哲的立场 他指出 只要民进党推出新人选 他就愿意支持柯文哲 因为这表示民进党不再认为柯文哲是默律 至于为何不支持国民党人选 郁慕明表示 只要国民党推出好的人选 新党也愿意合作 但会支持国民党哪位候选人 他则以不方便干涉国民党初选为由 不愿多谈1061205